我是you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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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剛好約了一些朋友來聽聽講座仔 因為我們準備去做耳工 他們拿了很多東西 有蝦、菠菜 哈哈哈哈 有蝦子 力強烈要求要HOME TOUR 那要我先開始 今天呢 聽到嗎 我會錄影的 不會錄到同學仔 就會只錄我講的 今天我們會講靈聽者技巧 第一 就是我們講最基本的 怎樣可以令到別人很想跟你講聊天 或者譬如你去做耳工 去跟一些青年人 或者老人家去相處 怎樣可以令到他容易些去 講心事給你聽 或者當人講心事給你知的時候 你又怎樣去feedback他呢 不過其實我們今天講的那些 全部都是超基本的 就是超基本的 但我們都要認識的 也講不上是輔導技巧的 一點點都講不上的 不過是 如果平時像我這些不懂得說話的人 現在上了 就會好一點 又開始黑了 可以打開後面的燈 熱不熱 你也很厲害 你也很開時裝電 有很手道 有很多東西 ADHD 過度活躍 過度活躍 真的嗎 那今天呢 就在我家裡搞 講了幾厲害 很厲害 我偷渡過來 好像Balairus 那樣 不是啊 是 毛毛 那講了眼神 接納了 接納就是講我們的openness 即是我們夠不夠開放和接納 尤其是亞洲人 或者是華人 說 喂 Mosita 我幼了 然後她的心問 蛤 然後你就會 一念 就會 reject 哇 你現在是淫蕩 那些 那些 你雖然是這樣想 我會看得出來 就會覺得你 真的講你的接納程度 那你所有東西看 所有東西都是中性的 沒有什麼偏見的 那別人說什麼給你聽呢 你會願意去聽一下 咦 為什麼呢 即是你信任對方 你就不會 Bias 即是你不會給很多偏見 你當然是這樣 你當然是壞 你當然是怎樣 尤其是我們對年輕人 染過頭又說人家什麼 但這裡不是的 沒所謂 紋身又說什麼 即是我自己也是 哈哈哈哈 但是就盡量叫自己 不要那麼多這些Bias 不要那麼多這些偏見 那你這個人就會 很自然就開放接納 別人就會感覺到 即是這個 你那些微細的氣場 別人就會感覺到 那這個就沒有了 你真的要自己 經常提醒自己 即是不要 即是很多這些 你也應該是這樣 你也應該是這樣 我們沒有權 說別人應該是怎樣 即是不要判斷 不要去批判別人 你就是你 我就是我 那雖然我說你應該是這樣 但我不會說錯 除非好朋友 即是朋友到你很明白我 我很明白你 就或者 如果你真的對卡人的話 或者對你一個服務對象的話 你不會 即是最好不要判斷 你可以讚 但你不可以批判 你應該是這樣 或者你應該是怎樣 這些平時都要改一下 尤其是對子女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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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親人都會是這樣 對 所以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接納程度問題 要慢慢去自己 提醒一下自己 自己 自認識 這個就難一點 我覺得 然後 就是肯定對方 當對方不斷跟他說 不斷跟他說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對方 對方 還沒笑 記得提自己 我們這些死人 不笑 就是很壞 真的很兇 所以 經常都要提自己 出去都要笑 不然別人覺得是黑口黑面 尤其是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嗯… 就是這樣 經常提自己 怎樣都要笑 以前做社工就是老闆罵我 為何要敲口敲臉 我沒有啊 然後以後就 早晨啊 很可憐 客戶真的很喜歡跟她聊天 抓住你 林姑娘 即是沒辦法扮出來 扮扮一下就已經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即是內化了 所以肯定對方就是 嗯嗯嗯 你可以低層次一點 我也明白的 這個很低層次 我明白你是很低層次的 但你怎樣會令對方 會覺得別人真的很明白你的感受 除了說我很明白你 你可以回覆她的感受 譬如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經常看著你 又是菩斯塔 我今天不是很開心 Fanny你今天不是很開心嗎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她已經舒服了很多 你其實什麼都沒有 可以回覆她那句話 你明白嗎 嗯嗯 如果Cody跟她說 唉今天這麼早天黑 清水麻麻地 那你怎樣跟她說 哈哈哈哈哈哈 說真的 哈哈哈哈 不用真的嗎 不用真的嗎 反正回覆述吧 覆述吧 今天好像又不開心 情緒麻麻地 對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總之她最後那句話 你覆述回就可以了 今天情緒麻麻地 然後你覆述回 你情緒麻麻地 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我不會期望你 你應該多問一點 你明知道我情緒麻麻地 你說回我說的話 有什麼用 那你就要 你就要問她們兩個的相處 你很明顯看她這些 都是不太多說的 我這樣送一句給你 你想怎樣 是不是 你不要這麼高要求 哈哈哈哈 你不要這麼高要求 其實如果假設 譬如她的情緒麻麻麻地 其實我的情緒都麻麻麻地 是呀 我都覺得是呀 那這句好不好 會不會好像你覺得 會不會好像會很好 大家答錯 OK的 懂得下 要懂得上 有些不懂的 不懂的 不懂輔導 就兩個試過 兩個一起去自拆 是的 所以不要隨便和別人聊 也不要隨便和別人聊 這個說話技巧 只是讓你可愛一點 做人就是 別人會喜歡你多一點 或者別人願意跟你聊多一點 譬如我們又要去做義工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就是 也要有些少少這些 起手 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是 可能沒有人說 你又不會知道 肯定對方是很重要的 適落 我也是 不要一起去洗 那怎麼辦 找些東西搞一下 開心一下 即是上來 起碼一起不開心 但又一起開心 你說多緊要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別人就覺得你很支持 其實都是沒有 沒事做到 但其實你這樣說 已經很開心 就是 內分泌馬上有些 多巴胺出來 有些開心的訊息數出來 其實個人又會開心一點 所以說 可能男人會先趨向解決問題 但女人就趨向說話多一點 那女人的疾病率是高一點 但自殺率低一點 為什麼呢 他表達出來 你就知道他疾病了 男人不是的 男人的疾病率高一點 疾病率是低一點 那一個人的情緒不好的時候 他會覺得自己做什麼都不好 好像人們覺得什麼都不好 好像人們留言說 一句而已 唉…你不應該這樣 拍衰香港人 這樣 弄那麼多帽子 很低俗 這樣 這樣 然後我就死了 是不是真的拍衰香港人 接著就是無限循環了 就會覺得自己 價值觀就開始動搖 但其實你要看回 100個留言說你好 1個說你不好 你為什麼要這麼在意 好…就算100個人說你不好 那如果你內心夠強大的時候 你堅持自己 那你就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你自己也有信念 還有你也要聽別人說 也要自己拿一個平衡 但是你要肯定對方 你覺得 蛤…我是不是真的很低俗啊 這樣… 那這句你就可以說不是了 就是當他講一些寫情感的東西 你就可以否定了 我們平時就不講否定的語氣 就是不講low啊 不講不好啊 什麼都不會誤的 但是這個就可以了 就是我不是不夠好嗎 不是…你很好啊 你已經很好啊 所以我們講 肉而心理學呢 那些家長呢 經常都說 啊…這兒子好啊 很頑皮的 怎樣啊 怎樣教啊 好… 即是… 激鬼死啊 血都吐了出來 他很想問你怎樣教啊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想問你怎樣教啊 不是啦 是他心底裡那句 十個有十個 他都不是真的想你教他怎樣教兒子的 自己的兒子自己教 他不需要你教 你… 你對他說 只可以說有些方法 客觀地是會這樣的 一些stack來的而已 那你這樣試一下 這樣… 但是你不會教他怎樣教兒子 但是你第一句話你就要肯定他 其實你生了他出來已經很大功德了 你已經很聰明了 那他就馬上鎖了 他就沒有投訴了 是啊 是啊 所以他就是想找人聽聽他教兒子的心聲 他就是… 神一下而已 是的 純神而已 我自己教 所以沒有人喜歡… 沒有人喜歡聽別人怎樣教你教兒子 沒有人喜歡這件事 所以… 對老婆、老公、伴侶、家人 什麼都一樣 就是… 你已經做得很好的了 就是慢慢來吧 為什麼你不肯定一下你自己呢 其實一句… 全都鎖了 是不是很簡單 但是… 嘩… 心很舒服 是不是 女人生個兒子真的很難 但是如果你看到他這樣教兒子 是有少許問題的 但忠言人 那是不是都不好說 不要說 不要說 除非他問你 除非他問你 這樣做對不對 你都要輕輕 輕輕 除非他打兒子 或者做一些傷害性的事情 要弱… 不是弱畜 弱異 弱異 弱畜也不對 所以如果他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或者違反人權的事情 你就可以真的嚴厲一點 這樣說 否則… 平時那些鞍皮的事情 你不要用自己的角度 你明知道 算了不要說話 你一定是做壞人那個 輕輕 除非他問你 所有事情 我們不會說 你精神病 或者你什麼 雖然我一看就看得出 但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他 除非他問我 他其實有需要 他就會問你 一個人有需要求助 他其實就會主動去跟別人說 就不是你去批評他 專業操守就是 我們不會去說對方有什麼問題 當然其實很難的 你一看到香港人就是 你這樣… 當然容易 但其實守則就是 我們不會評論任何人 亦不會隨便亂給別人 這個就是我… 讀… 幼兒教育的時候 有個精神分析師 香港精神分析師很少 是他教的 我們經常都會想… 我很想幫人 我很想… 我很想做很多事情 他真的顛覆了我 那我不幫人 我來讀來做什麼 我只問他 我只問他 他說… 他真的很高 他很高明 他說… 他有需要他就自問你 你繞一圈去想 其實他在你身上會拿到東西 自自然然 你太多評論 其實他會反而去對抗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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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要多些回覆他的情緒 就不是… 就不是教他怎麼做 譬如… 重複回到他剛才所說的 最後那句感受 就是… 我很熱啊 你很熱… 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 對… 對… 那又好像回應了他 但其實你也回應到他 你明白嗎 但他又好像… 你很明白我 當然了 你不用說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多些讚賞 就是… 多些讚賞 就是… 找些東西讚他 一個人一定有他長處 對不對 那個人一定會有些好處 你是沒有的 那你要真心地讚他 那他又… 真心地謝謝你 你讚他漂亮 那這些天生的 他未必會很開心 因為可能… 個個都讚他漂亮 但你讚他… 過程努力 或者他做那件事 花了很多努力的話 他就會很開心 因為他真的有付出過 以別人去欣賞他這件事 所以你讚賞的時候 你又… 就是… 不要那麼低層次 我們上一課 可以高層次一點 對… 你叫什麼名字 sorry Vilsen Vilsen 你真是一個 很有耐性的人 踩到那麼久 總是那麼流心的 因為我ADHD 我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動來動去 我會… Vilsen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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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溫文耳雅 那我就可以讚他 那這個是不是事實 先… 那平日多不多人這樣讚你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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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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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 他有這個特質 但又很少被人稱讚 是不是不覺得他呢 又不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你稱讚他就想 嘩… 我真的這樣 是呀… 我以後都這樣 是呀… 是呀… 所以你想… 我都說 我經常都想說 就是… 你想一個老公 或者想一個老婆 你就讚一下他 倒杯茶給你 嘩… 你好溫柔 所以我娶到你 真的… 唉… 三身有幸 是啊… 誇張一點 你想他的行為 你想他的行為越強 你就越誇張 知道嗎 那要看你人物性格 那你誇張一點 就會朝朝針茶給你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所以男人 每天洗澡 有些男人不隔天才洗澡 或者幾天才洗澡 每天洗澡 一洗澡 嘩…你很香 很乾淨 嘩… 先嘴嘆 那天洗澡 一天洗澡 一天洗三次澡 就是你想他的行為 你真的要… 而且人也是要讚的 多厲害的人 或者多不厲害的人 他都需要在讚賞聲 所以他在生中去成長 就會幸福感多一點 幸福感多一點 人就會開心一點 情緒… unchecked feeling 我們說一下 unchecked feeling 就是… 唉… 整天都不知道怎樣 卡住… 人就會有很多aggressive 的行為 或者想法 去攻擊人 去令自己開心一點 所有這些都是 其實他內心不… 不 secure 或者… 不夠… 不夠自信 才會有這些行為 所以為什麼有些網絡欺凌呢 根本就是他自己的信心不夠 為什麼我要妒忌人 就是我自己的信心不夠 所以你去妒忌人 你都要… 你都要想一下 我自己有些… 為什麼會這樣妒忌他呢 你不… 你不看他 你就不會妒忌他 就阻止了他 那為什麼搞到自己的心理 這麼不平衡呢 那麼… 你自己的心理強大 你… 才可以有能力去幫人 所以… 第一件事 你就要搞好自己的心裏面 因為我年紀一把 對嗎 很多事情… 你不處理 一路一路加上去 你很難處理 但又不是處理不到的 可能兩三年 又會… 又很不開心 變得很開心 尤其是聊天 聊天就是… 當然你找專業人士 社工 懂得跟你聊那些 因為… 聊一聊一聊 其實就… 聊到的了 你重複一下 那些情緒 這些就高班一點 再可以說 但現在你要有的態度 就是這樣 同理心 同理心和同情心是不同的 同情呢 我同情你這個狀況 因為怎樣 因為… 我有叫你看那個… 促食心理學 他也有說 同情心和同理心不同 同情心就是你看到那樣東西 你硬硬 你覺得不舒服 你想自己舒服一點 你去做那樣東西 去幫人 但同理心呢 就是你可以感同身受 就是你有試過這樣 你真的覺得… 唉… 真的很不舒服 我寧願受苦的 是我自己 我去… 去幫他 那這個就叫同理心 就是… 新同感受就是同理心 如果你是… 令到自己不舒服 你硬硬 你看到那樣東西 唉… 你殺了那隻狗 你不舒服 你看到他不舒服 你不要殺他 你是出於同情心 對… 同理心就是去培養 怎樣培養呢 就是自己做角色扮演 跳去別人的位置看看 一個… 一個廣告牌 這邊是A 這邊是B 他永遠都是看到A 他不會走過來這邊看B 你又永遠都是看B 他永遠都是看A 明明是B 明明是A 那就說不定 但是你… 繞一圈 大家交換位置去看 原來你那邊是A 我那邊是B 那就沒事了 所以就是這樣了 好了 接著 守則 保護兒童 保護兒童條例 就是… 如果兒童真的在一個很… 雖然我們說 我們不要多管閒事 或者不要judge 但如果他在一些很危險的位置 或者你見到兒童受到虐待 或者什麼 你就要報警 是的 保密 你不要拿是非做人情 因為別人真的可能要徒心徒肺 才告訴你 但是你… 然後… 就可以… 不要 我們要習慣保密 習慣保密 所以我… 唉…我不想聽那麼多 幸好我記性不好 你又說保密 我不想和你保守秘密 哈哈… 哈哈… 你外面有多少個兒童 我不想知道啊 大哥…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啊 哈哈… 我就是告訴你啊 我的朋友經常這樣 唉… 你不要說保密啊 哈哈… 但是他習慣了 那保密就是… 他知道你… 不要喇叭口 就是… 儘量… 通常我們女人喜歡說殺是非 不小心地說 唉呀…不小心地說 他這個月肥了十磅 但是人家可能不想其他人知道 所以… 對… 保密啊 尤其是說秘密的事給你聽 保密 身體接觸 身體接觸呢… 可以的 因為當他很不開心的時候 他哭的時候 怎樣 嘩… 我抱著 你很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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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什麼事給你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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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嗯… 如果是女… 即是同性 我們現在先不要說LGBTS 那些 我們先只是說男同女 男女始終… 我們華人 只要其實在西方 他們都不是這麼開放 我都以為都很開放 但其實都不是很開放 那抱抱好不好 我覺得抱抱 怕她的肩膀 怕她的手可以 但不要多過三秒 你這樣 1 2 3 走啊 你這樣 不要 不要 盡量不要多過三秒 但如果你是同性的可以 可以搭著肩膀 但也不要太久 也不要多過十秒 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太近 即是適可而止 但身體接觸是有用的 是可以的 即是很支持的 踏在肩膀上 你試一下踏在肩膀上 三秒 或者拍一拍 喂 叫人這樣 支持一點 對啦 不是 喂 喂 喂 你賣膽了嗎 適當的身體接觸 是令你更加可愛 還有更加可愛 是嗎 其實是有用的 你在跟人聊天的時候 也是有用的 但不要超過三秒 因為我擔心你們不知道怎麼分 你們就要數 1 2 3 就這樣 1 2 3 加上你剛才很好的示範 身體傾前 拍一下他 跟他笑 這個示範就是最完美 那已經夠了 因為你不是要跟他做輔導 你只是聽他說話而已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觀看 其實你今天來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觀看 你有一個動機去這樣做 已經很好 你開這個班 更加 因為有人問 我擦存在感 傾是OK 但是一般人 你看看他什麼家庭環境 背景 你問在座 其實傾你行不行 我沒有所謂 對 有些人是不行的 你覺得太靠 如果不行的那些 我嘗試猜一下 他跟他家人 都不是這樣的交往形式 都一定是傳統的中國人 那些讚都不讚你那些 是不是 我不是應該去做看相 所以就是可能你的家庭不同 你的家庭很溫暖 很多這些肢體語言 你對人也是這樣 但譬如我們很多香港人 我想有一大半都不是這樣 你不停地自己在想 你就會做得更好的 總之你有自己認識 你個人就會不停地進步 然後不批判 不要下評論 他問你怎樣 你回答他什麼 通常你會想很多方法 你也可以的 如果真的有些機構 提供了某些方法 你真的可以給他 但是他問你我這樣好不好 盡量不要 你這樣這樣 那你自己覺得好不好 就問他回頭 有些不懂的 就是重複回到最後一句 然後就說 你覺得好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我是上BASIC班 不是真的上輔導幾下 就沒有說 這樣也OK 是不是沒有你這樣 這個也算好 那又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情況 可能真的OK 我就會說OK 我覺得OK 我覺得 總之無關痛養的就可以了 總之無關痛養的就可以了 如果是真的一些很 是啊 總之儘量不要批判 你應該這樣 總之不要說你應該 以後 記住 你應該這樣 你應該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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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喜歡聽 可能現在不是有些被虐狂 M字底的人喜歡聽的 但多數沒有人喜歡聽 如果大一個人的話 咦 這麼快呢 來到表演了 說話說了沒有 說話好像還沒說 我想重複 對了 說話 很快 聲量 有些人天生 聲音是尖的 不要 儘量放溫柔一點 小聲一點 不要那麼大聲 而且你越溫柔 人家聽得越舒服 那就越想和你聊 好嗎 嘈叫 好嗎 我以前是這樣 就不要 而且不要話話 老實說 哎呀漂亮 那些我沒有 那些跟親密外人 就OK 千萬別用一些BB話 跟你說 不用 不用 因為如果有人 很自然就會用BB話 哎呀 那你怎麼樣 這樣不適合 令他可能有其他想法 正常溫柔的語氣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嬰兒話 然後用詞 剛才說的 不要說你應該或者你不應該 或者別人哭的時候你怎樣說 你會怎樣 我流眼淚 做得很好 鼓勵他繼續哭 因為我們有情緒是要發洩的 多數香港人都會說 你不要哭了 他很小事 你哭什麼 你覺得小事 我覺得大事 我覺得沒事 我就不會哭了 大二合子 哭了哭了 有什麼不開心 哭了出來 他會在笑 就是這樣 鼓勵他哭 如果他真的哭 如果那個地方可以讓他哭 你就哭了 因為其實哭了也是 輸蝕情緒的一種 說髒話也是 罵人也是 扔東西也是 發脾氣也是 其實都是宣洩情緒 如果真的搞不到人 你讓他去做 就是讓他去做這件事 當你那個未被宣洩的情緒 宣洩出來 其實就OK 你有少點鬱結 不開心 你要面對 然後你又要跟他回合 你哭完會不會舒服一點 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很不開心 你才會哭 我都很明白 你 繼續哭 這樣 就是 告訴他 面對自己的情緒 就不要否定他 不要哭了 這麼小事哭什麼 焦點在他的情緒 他說 是啊 我沒有死過狗 我真的不知道 死狗是這麼慘的 但是我死過狗之後 我都覺得 嘩 我也搞不定 我也是 你可以這樣 可以同理心 但是千萬不要說 我死貓 和你死媽媽 是真的不同的 千萬不要這樣耐鼻 我們不會處理喪親 或者什麼 你就 怕他 給紙巾 這樣 就不要加那麼多 自己的意見 不懂就不要搞 總之就 對 重複 剛才 重複到最後那句 就OK 什麼 你們參加 夫妻小組 來 我自己是開夫妻小組 是 吃了貓 我最近吃了很多細胞 先說完 先放在這裡 不要說不要哭 不要說加油 因為其實 我覺得香港人普遍來說 都已經很努力他的生活 我覺得沒有誰很放鬆 尤其是 你自己是什麼人 你身邊會是什麼人 我覺得你們一定 已經都是很努力的人 來這裡都會是很努力的人 他已經已經很加油了 香港人加油是OK的 因為這是一個情懷 是一個自我鼓勵的說話 但個別來說 我就不太喜歡別人說加油 因為我已經很加油 你為什麼還叫我加油 你不如叫我休息一下 也是那句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才可以走更遠的路 其實也是叫他加油 不過你換句話來說 首先讚他 你已經做得很好 記住這句話 整天都要說 你已經做得很好 讓自己休息一下 其實基本上 用在每個人身上都OK 除非他真的很懶 除非他真的很不努力 很傻的人 最好 你不知不要說不要哭 為什麼不要哭 就是別人哭了 別哭 很辛苦 眼淚滴出來 讓別人收回 就哭 哭飽他 然後小孩子就哭 哭啊哭啊哭啊哭大聲一點 他就不哭了 真的讓他哭 他只是宣洩而已 千萬不要說不好 不要什麼 跟小朋友說話 不要不要不要 什麼都叫我不好 他沒有創作性 沒有創作性 然後 與意簡述解決問題的題問 也差不多了 重複他所說的 然後問這樣能否解決到呢 這樣吧 就不要自己去創作一些解決問題的 的東西出來給他 挖回他的 這個高一點的 其實今天大家不用學的 這個真的是輔導技巧 很多輔導員都未必做到 所以這個可以聽一下就算了 我想你們都會處理到 還有鼓勵表達情緒 開心和不開心都鼓勵他多表達 為什麼香港人很可憐 笑都不敢 他很大聲笑 我不是的 我現在笑 我不會固然 笑我也這麼辛苦 那怎麼辦 哭又說不行 笑也不行 所以鼓勵他們多表達自己的情緒 你學到今天 說話 態度 還有手質 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掌握了很多東西 也要考考大家 看看 看看 看看大家 怕不怕得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做個表演 好不好 哪兩位想試試 自己舉手 不要兩夫妻 不要兩情侶 那些 不懂的 有沒有 一個舉手 我來吧 好 還有呢 我有點緊張 男士 來來來來 站在那裡 當然是 聊天 哇 好厲害 認不認得 OK 認不認得 OK OK嗎 OK的 沒問題 這個可不可以拍嗎 嗯 等一下 好 好 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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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文字 終於 好過了 你 為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我 真的 不到時候 那 我 飲食上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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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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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 那你喜歡什麼 嗯 我可能不知道 老人 我自己 有些 十年 是 靠時間 那大家睡覺 嗯 看來 很多人 所以 都 沒有 放在 主要是 當年 這麼多 要做 那你知不知道 你也有什麼時候? 嗯... 也有大學 也有打機 哈哈哈哈 也有什麼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這時候就有這麼久 嗯... 是不是覺得不夠時間? 都是的 好像都來了英國之後 遲不遲不遲就這樣分佈時間 嗯... 那你遲到的時候 哪一種遲到的? 嗯... 我會選擇 可能跑步 也會拍攝 嗯... 嗯... 都不遲到的? 嗯... 可能就隨便一下 嗯... 你自己會嘗試想啊 一選擇哪些沒那麼喜歡的 可以... 可以調節一下 可以安排一下 哪些喜歡多一點 喜歡多一點就做 多一點就做 多一點都不喜歡 就少一點 多少時間自己休息 嗯... 但是我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也不錯啊 我覺得你覺得不錯啊 對著Wilson 比較內向一點 但是又肯定你說話 有一個位置就是他打機 然後他自己在那裡笑 嗯... 他會不會覺得打機是不被接納 或者不為... 一些人去鼓勵的呢 對於無緣無故自己在那裡笑 你那個位置呢 可以解釋一下他 嘩!打機好啊! 正啊! 我喜歡啊! 也可以啊! 那是不是立刻覺得跟你是一檔? 他語氣很好啦 即是語氣很... 很舒服啦 人家演戲也很好 然後他就看到他 三個個長大的男人 這樣跟你過五百元 謝謝… 他現在又可以配合回林塢 你懂得文質沛沛的 他... 我叫你抽車 好厲害喔 Wilson真的是海綿泡泡 吸光了 好 給他們掌聲 可可 給了他們 Anthony Joanna Yammy Wilson 我覺得四個可可 真的很專業 其實今天真的很基本 基本也不基本 但也需要有的 已經完成了 當這是LV1 我們有LV2和LV3 他已經做到LV2和LV3的事情 所以厲害 基本上每個客人都想你幫他解決問題 怎麼可以推 你又不想幫他解決問題 你自己想來 你不用逼自己 但你記得這些手質 像Wilson一樣 記住了 全部都用出來就可以了 他會覺得你也幫不到 不是的 你看他多強 有時候我們覺得 還有你真正 所以為何要Roll Play 練習一下 你自己感覺到 是不是拒絕了 其實他沒有幫他解決過任何事情 帶他拍一下 聽他講 重複一下 他自己問自己答 其實他自己有答案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去幫他解決問題 或者他心裡有點結 不是那麼容易去告訴你 其實告訴你 那件令他很困擾的事 都很難 所以 其實他講了出來 已經舒服了大半 你說解不解決到 有些輔導員的技巧很厲害 他不會提供一個解決方法給你 但是他會令你自己去想到 怎樣去令自己會好一點 所以男士們的趨向就是 很喜歡幫人解決問題 就問 那怎麼辦 為什麼 不斷問 會不會 我們拿到中間位 所以為何要練習呢 譬如由Anthony 他頭三次都不斷問他問題 然後到第四次 終於可以 只是重複人 整件事是否更簡單 對他來說 這件事很難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這樣做 但作為老公便好 不斷喜歡幫他解決問題 但其實對女人來說 你去重複他的情緒 都是重要的 比幫他解決問題 你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沒有問題 但首先要先回應他的情緒 那他就 又拒絕了 但只是回應情緒 不幫他解決問題 可以嗎 如果作為情侶 這樣就不行 又幫他重複他的情緒 之餘 又是大家去著手 如何解決共同的問題 這就是兩個人相處之間的事情 但 Rosita 個人比較熱心 你看他也是 開群組說行動力100分 熱心100分 所以他就會趨向 如何做得更好 不要推動自己 沒有任何人 是有責任去幫任何人 幫到我們就開心 因為大家有不同的範疇 我也要別人幫忙 就是要阿賢他們幫忙 大家互相用自己的強項 例如你組織的老友的組 真的超好 今天就算我去不到 其實這些不是一個人做到 你又要有熱心 又要有時間 又要出心出力去做 但整個群組的人 可能出去又開心 知道去哪裡買東西 其實你可能幫了很多 因為只要我們剛剛來到 適應力 真的差一點 我經常躲起來哭 但哭完 你又要出來 不要否定自己不開心的情緒 每個人都會不開心 又開心又不開心 面對一下 我現在又不開心了 最後說一樣 就是不要惡化的情況 當有些事情 你剛才也說到 無法處理 不要嘗試處理 記住 remind自己 為什麼我要練習這麼久 叫Anthony 練到做到為止 就是 remind自己 不要抱上身 不要覺得自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不要 不關自己的事 你只是做一個聆聽者 只是reflect他的感受 重複他的感受就可以了 不要 不要惡化情況 因為我們不懂得搞 越搞 會叫做什麼 好心做壞事 我們沒有這樣的訓練 和就算有這樣的訓練 都不是隨隨便便去幫 一定要有些設定 有些 criteria 我們才可以做事 所以你千萬不要覺得 我什麼可以幫到你 其實你聽他說 已經幫到很多 你重複他的程序 已經幫了很多 所以今晚回家試試 有空重複一下老婆 重複一下老公 最後一句說話 很威脅 真的很容易 但是很威脅 所以就 一定是按主自決 就是 對方 就是卡人 喜歡就會告訴你 總之他自己決定 不要幫他決定任何事情 不要惡化情況 這個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最最最重要 好 謝謝你自己 謝謝 這樣做 因為做這些 始終你投入的時間多 但是回來的少 對人的工作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今天一說 就有八個人 然後你們再這樣散出去 然後我們再在群組 這樣散出去 訓練了訓練 每個人都已經很本事 隨隨便便都可以聽別人說話 不要說幫人 我們沒有能力幫人 聆聽已經幫了很多 做得很好 所以 多謝大家 付出這麼多時間 很好 可以拿些屁股 分享出去 對 然後我希望 等一下錄到 錄到整個過程 如果你不介意 可能擺放出來 然後 希望多些群組 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對 對 你們都很有心 最後一句 即是我大聖誕 你做了OK